环境及水源部长马上高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环境及水源部将主要着重于清洁和消毒工作 马上高指出,环境及水源部与卫生部和国家传染病中心合作 推出指导原则来处理受污染的地点 业主和清洁人员都需遵照当局的指示 包括如何正确地丢弃处理使用过的清洁用具 而国家环境局人员也会到场监督所有的消毒和清洁工作